《六十三東方日報》 出軌勝地南簡日本女宣台灣 2015年7月10日港民A 20 本報信,不少人到外地公幹或旅遊時 可能按納不住而門柴 此一般偷食,有約會網站訪問如十萬會員 結果顯示,分別有近五成受訪男士及約三成二受訪女士會於外遊士出軌 調查同時特別搜羅港男、港女出軌的熱門勝地 其中港男偷食熱點以日本為首,女性則偏好在台灣出軌 追求刺激神秘感約會網站ashleymadison.com 的調查發現港男最常在日本 聶嫌,佔約兩成二,其次則是到中國,佔約一成七 第三選擇則是在美國,佔約一成二 台灣及新加坡側排第四及第五 至於港女的出軌熱點首推台灣,佔約兩成三 美國側排第二,佔一成六 英國亦有佔一成三 法國和新加坡側排第四和第五 網站此創人Noelle Bideman 指 新在二地偷食了無謙的,亦不擔心被人撞破發現 工作兼娛樂一舉兩得,誰越來越多男女選擇前往海外偷情 香港名愛向程軒分愛情問題支援服務 督道主任郭志英請新在外地令有種不被監控的感覺 同時有種追求刺激及神秘的感覺 至於較多港人選擇在日本或台灣出軌 他估計應該兩得日本港距離近 離港量、三天 不宜讓另一半喜而心 即使用提示 反應 反應 不能 反應 變成九 反應 反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